今天带大伙看一台松下的卧室老表卡 挺漂亮 播放倒是挺正常 快进倒退也都好 播放正常 但是这个暂停键好像 挺奇怪啊 这不应该按下去就自锁吗 一松手就不想了 这不是主要问题 来看看客户描述 不能录音 有时候不能复位 调整磁头 按下录音键没有任何反应 按下录音键还可以继续播放 录音系统 机器打开以后 这竟然有根线没有汗 就掉在这 应该以前有人检查过 不录音的故障已经找到了 不是什么大问题 这有一个录音写保护的传感器 就是它 咯噔咯噔的一个微动开关 它有点弹不到位 现在只需要把它那个拨片简单的校正一下 就可以弹到位了 还是没接触上 稍微碰一下 好了 然后掉下来的这根线 是录音键的指示灯 我把它碰上去以后 看 录音键的灯就亮了 不是什么大问题 先把线焊上吧 牵链拆下来 到会看看 这机器的机器设计的真够结实 这都可以扛八百级地震了 真结实 还有这个东西也挺别致 通上电影后会亮 一只很老的灯泡 带丝扣的 它是那种 专动传感器 遮挡光源来实现脉冲信号 用了这么大一颗灯泡 这是那个录音的 那个传感器 这个钢片都不用掰它 这有两颗调整螺丝 只需要松掉螺丝 简单调整一下就好 这个螺丝已经调整好了 现在试试 没问题了 录音的些保护开关 捣通了 很简单的问题 它这种微动开关的 里边的螺丝孔 都是椭圆形的 就是为了 就是让它可以调节嘛 有余量 这下按下录音键 要不 马上就可以监听了 应该是可以录音了 试试吧 试试看到录音效果怎么样 这是刚才录制的回放 左右倒挺平衡 播显也正常 但是背景里边有原声 抹音头没有抹干净 两种可能的 磁剂不准 要不就是磁带没有和抹音头贴好 机器在播放的过程中 突然按下停止键 这个袋子就会随着惯性甩出来 相当于这个附带轮走过头了 袋子就会卷到磁带芯里边 问题在哪 看看 这有一只弹簧 这个弹簧啊 应该挂在这 挂在这个位置 才可以提供必要的刹车 刺托架升上去的时候 放开刹 刹车 刺托架突然缩下去的时候 要对它刹车 如果这根弹簧没有的话 这就刹不了车 刚才录音的时候 抹音抹不干净 然后我就发现 这个附售带轮啊 没有任何阻尼 手放上去 转得这么欢 然后我就怀疑 它的阻尼系统有问题 拆开 果不其然 阻尼毛毡已经碎成粉末了 这个附售带轮 它要提供一定的刹车力度 就是靠这个毛毡 来确保 磁带在行走的过程中 过程中啊 来绷直 如果后边没有任何刹车的话 这个磁带绷不直 也就贴不紧 贴不紧到那个抹音头上 机器的故障已经彻底解决了 看看 刹车阻尼 停止 停止 按下停止就停在原地不动 没问题了 再来测试录音 副售带轮的阻尼好了以后 它这个磁带就可以绷得很紧 机器之前的怠速差得太远 只有2800Hz 现在已经调到3K 这台机器的主轴电机挺厉害 这么大一颗 直接通过来就是主轴 有一拳头大 机器已经彻底搞定了 现在正在录音 录正选拨信号 回放看看 还不错 录音还可以 磁头的10K高频还不错 高频也出得来 磁头状态很好 这个磁头啊 是一种很耐磨的磁头 非常耐用 几乎不用管它 方位脚已经调好了 播放一下刚录入的高频 高频已经很好了 之前抹音头抹不干净 现在也是抹得干干净净 机器已经打理完了 电瓶测试带呢 两只表头就差了这么大概一毫米 拨墙输出是没问题 只需要把表头稍微校正一下就好 这一台老机器的电瓶器 哎呀实在是够呛 真的成什么样 我也没使多大劲 刚用螺丝刀准备拧它的时候 它自己散架了 嘿嘿 换吧换吧 这这电瓶器肯定不行了 好了 电瓶器换掉以后 两个表头也调好了 播箱也一致 咱们来试一下录音 我爱是千万遍 梦里呼唤你 曾经不停地问过自己 是否该离开你 是否该离开你 我爱爱是千万遍 默默地祝福你 想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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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停地问过自己 是否该离开你 真的愁着 energ evident 待って开谢谢你 幻别让我逐步你 想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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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错 声音很好